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撒去了南亚 东亚和东南亚 合起来就是我国周边地区 国务卿布林肯先到科威特 然后飞过阿拉伯海降落印度 在回家路上还给尼布尔总理德乌帕打了个长途 国防部长奥斯汀先飞新加坡 然后北上停留越南 接着呢一路向东到了菲律宾 回家路上跟韩国和日本的国防部长打了长途 副国务卿舍曼就忙了 他先飞日本 然后向西到韩国 离开韩国后 越过我们领空降落蒙古国 忙完后从乌兰巴托飞到天津 最后飞了小半个地球去了阿曼 由于舍曼的行程包括我国 所以那几天啊 他一个人抢了三个人的热点 我们这边的注意力几乎全在他身上 布林肯和奥斯汀几乎没上热搜 要是把他们仨访问过的国家在地图上标出来呢 差不多把我国在南亚 东南亚和东亚的邻居走了个遍 联系一下舍曼两个月前还去过土耳其 印度尼西亚 柬埔寨和泰国 所以拜登派的想法就相当清晰了 他是把我们靠海那一侧的邻居们挨个打点了一遍 这次出访非常高调 三个人每天在社交媒体上更新沿路所见所闻 白宫官网及时发布他们仨的出游总结 白宫发言人每天抽空给记者们打一解惑 唯恐天下人不知道这仨人正在亚洲玩 拜登高调的派人在我国邻居们家里走了一圈 到底想干什么呢 答案 我们可以从这三个人外出使的言行举止上慢慢找 三个人每到一个国家都要说一些意义不大的客套话 比如强调一下两国的交情很深呢 我们要一起应对新冠肺炎呢 有需要帮助尽管开口啊 要在气候问题上加强合作呀 非常感谢你们的招待等等等等 当我们把这些没营养的东西剔除掉 剩下的就接近真相了 布林肯对科威特一把手纳瓦夫说 美国和科威特有着铁一般的友谊 所以咱俩才应该互称老铁 我们两国的关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重要 非常感谢科威特的慷慨解囊 让美军驻扎在这片热土上 维护中东的和平安全才成为可能 见了印度总理莫迪后 布林肯说 美国真心希望印度能成为全球领先的大国 咱们两国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要不断加深 我们之间的印太合作要继续加强 该签的协议继续签 不要犹豫 咱们还要一起推动民主价值观呢 一起维护我们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利益 对了 希望印度可以为阿富汗的和平与稳定出点力 科威特有军事基地 印度是巴基斯坦和我国的邻居 在中东地区有什么事 可以找这俩国家协助 距离美军完全撤出阿富汗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这个时间点上找他俩 大家都是成年人 不说心里也懂啊 在交流中 布林肯反复给印度戴高貌 这就不是为了阿富汗 而是为了我国 只是出于谨言慎行的考虑 这部分内容就没有公布出来 国防部长奥斯汀身为军人 事儿倒是挺多 除了说那些没营养的客套话 还做了一些意义隐晦的参观访问 他在菲律宾玛尼拉参观了美军公墓 在越南参观了一所 关押过美军俘虏的监狱 整体上来看 奥斯汀的言行举止 都跟军事有关 没有超出他的专业范围 在新加坡的讲话中 奥斯汀说 咱们之间就要团结 团结起来力量大 我支持南海周边国家 争取自己的力 我很高兴新加坡 选择了F35战斗机 我们还有更多武器 等着你们来选 很感谢新加坡 让美军在东南亚有了军事基地 于是我们一起保证了这里的长期安全 也维护了印太地区的国际规则 在越南 奥斯汀把总理国防部长见了个遍 说会承诺解决越战遗留的问题 反反复复强调 美国和越南无比强大的双边伙伴关系 说美国不但会给越南送疫苗 还会送现金 这么做的原因 是美国支持越南成为一个强大和繁荣的国家 奥斯汀在菲律宾跟杜特尔特聊了75分钟 会谈最大的成果呢 是恢复了美非访问部队协议 有这个协议 美军就可以跟菲律宾军队在南海演习了 去年这个协议被杜特尔特叫停 说美国人呐 想恢复就掏钱 特朗普抠门 但是拜登不抠啊 看样子是钱到位了 除此之外 奥斯汀还花式强调美非联盟的重要性 奥斯汀访问的三个国家 跟阿富汗隔着万水千山 但是呢 正好围了南海一圈 他跑过去专挑好听的说 还送钱强化同盟关系 针对我国的倾向非常明显 但是 出于某种外交影响的考虑 在对外表述上处理的很低调 无论是白宫官网 还是他的社交平台 都没有露骨地表现出这个意图 出差回去的时候 奥斯汀还给日韩两国的防长打了长途 除了那些没有营养的客套话 他反复强调两国的联盟如此的重要 以至于整个东亚和平稳定 和半岛局势都离不开这层关系 这两个电话补上去 奥斯汀作为军人 算是把围着我国严海的那些盟友 都打点了一遍 三个人里面 副国务卿舍曼的旅程最丰富 明明他年纪最大 却给他安排的国家最多 看来白宫在照顾老同志 和女同志当面还有待提升 他最后赚到了最多的流量 也算是这一趟啊 没有白跑 在日本的那两天 舍曼和政府外向分别会谈 聊地区安全和共同维护印太和平 强调美日联盟 从来没有如此强大过 后面 他参观了美军基地 说各位为维护印太平安全很重要 他会见了一些妇女团体和为美日关系工作的组织 离开前接受了记者采访 在韩国的那两天 舍曼和韩国外交部长你农我农的 说美韩联盟牢靠如铁 两国要促进印太和平与安全 舍曼和统一部长讨论了半岛无核化问题 对总统文在寅说 美韩联盟是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关键 之后他参观了几个景点和纪念馆 和社会组织开分享会 并会见了驻韩美军官员 在蒙古的那两天是舍曼最轻松的 他参观了寺庙 观看了表演 还享用了美食 来都来了 总得说点啥吧 可是两国观想实在一般 也不能指望这个又穷又弱的国家 能帮上什么忙 只好聊了聊宗教自由和新闻自由 说完呢 就收拾东西准备飞天津 他在我国的经历是最单调的 一整天都在开会 不像在别国还可以逛逛景点 在前后长达六个小时的会议里 他传达了老板拜登交代的 关于棉花问题和国际规则之类的东西后 基本上就一直在听 很少插得上话 舍曼在日本的时候 社交媒体的动态是七条 在蒙古国是八条 在韩国是十一条 而在我国只发了三条 离开天津去了阿曼后 他只更新了一条动态 和他见面的是阿曼副外长哈希 然而寒暄过后 讨论了野门恢复和平的重要性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他回国复命去了 这三个人把我国靠海内侧的邻居 跑了个遍 他们仨的言论里 重叠最多的是联盟 亚太和平和国际规则 这三个词啊 明显都是冲着我国来的 特别是舍曼和奥斯汀 两人目标直指我国 布林肯呢 还捎带了一点阿富汗问题 拜登上台已经七个月了 他的对外战略 是联合一线能联合的盟友 一起对付他的对手中俄两国 在前六个月里 拜登拉拢的盟友主要在欧洲 那段时间 他和他的一帮臣子们 确实也做了事了 在棉花问题 新冠疫情 天珠问题上大肆炒作 连煮熟的中欧投资协定 都给整暂停了 那一步操作 折腾的动静挺大 但是对我国的影响 主要浮在舆论层面 中欧之间的经济 并没有终止 也没有出现更多的制裁 军事层面 更是没有任何影响 喧嚣之后 一切也就恢复了瓶颈 在欧洲能做的都做了 拜登和他的臣子们 最近杀向了亚洲 挑国家 挨个做四项工作 拜登现在很忙啊 新冠肺炎和疫苗 还没整理做 通过基建项目 拉升经济 也才起步 种族主义引发的 枪支暴力此起彼伏 美军从阿富汗撤军后 该怎么善后 中俄两个对手 还得继续围堵 这种时候 他想一次性 拉拢数十个国家 这就有点超出 他的能力范围了 这种外交领域的大工程啊 不是一两次访问 就能搞定的 既需要时间 也需要钱 就是不知道 拜登的时间和钱呢 够不够用 这两天 白宫发消息说 副总统哈里斯 八月份 会出访新加坡和越南 这俩国家 恰好是国防部长 奥斯汀 上周去过的国家 哈里斯再跑一趟 要么是奥斯汀的工作 不到位 需要打补丁 要么 是有这新收获 需要进一步巩固 哈里斯的发言人 对记者说 副总统去那边 是为了加强美国 和东南亚国家的合作 重建美国 与全球伙伴的关系 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 并推广 基于规则的 国际秩序 在2021年 一旦听到美国人说 国际秩序这个词 不用怀疑 肯定是在映射我国 后半年 拜登的外交工作重心 会落在东南亚地区 这个地区 会因为美国的眷骨 变得热闹起来 面对美国 不厌其烦的折腾 我们只能提高警惕 见招拆招 斗知斗勇 好了 今天的节目 咱们就聊到这 欢迎针对本期节目的 任何评论和分享 关注局势军 让我们一起进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